二零二三棒球亞錦賽 進入超級循環賽 首戰由韓國碰上菲律賓 韓國在一局下半發起攻勢 第三棒的普駐燦 掃出中外野的一雷安打 幫助保送上壘的隊友 推進到三壘得分大門 韓國搶佔一三壘有人的機會 四番羅承葉掃出內野滾地球 結果三壘手煮出一鍋大舟 傳向二壘時發生爆船 雙殺沒抓到 反而形成all safe的局面 韓國有驚無險的攻下第一分 第五棒的撈哥劉勞傑跟上腳步 同樣掃出內野滾地球 雖然游擊手這次穩穩守住 還是讓韓國再下一程 泡菜軍團開局取得兩分領先 達線迅速支援火力 韓國先發投手張志秀也投得安穩 用一連串的手臂練習 當作隊友的回禮 二局上半製造三個滾地球出局 二壘手三壘手都輕鬆地完成刺殺 張志秀前三局送出九上九下 一共飆出兩張老K 沒有讓菲律賓越過雷池一步 來到四局上半 菲律賓吹起反攻號角 熟名打者凱爾佐伯拉納 掃出左半邊的二壘安打 用一支Lid of Double 站上得點圈 菲律賓第二輪打線 漸漸蘇醒 中心棒次 敲出一分打點的一壘安打 帶領非國突破壓彈 再用內野滾低球打回第二分 菲律賓一口氣追平戰局 然而菲律賓高興不了太久 因為中繼投手Kennedy Torres 在下個半局出現狀況 投出兩季保送包含一次觸身球 韓國也把握機會用速度戰壓破對手 大膽倒壘讓菲律賓發生守備失誤 非國野手狀況白出 韓國單局只有一支安打 卻接連攻下兩分 再把比分改寫為4比2 取得領先優勢的高力軍團 順勢掌握比賽的節奏 後續四個半局 共有三局攻下分數 綿延不絕的攻勢 讓菲律賓始終追趕不上 團隊敲出九支安打 加上對手奉送六次守備失誤 韓國一局握有8比2的大幅優勢 而且投手群也在比賽後段 穩住正腳 全場只被掃出四支安打 合計賞出十張老K 中場韓國就與六分之差 擊敗菲律賓 手下超級循環賽的首場勝利 我來提一台綜合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